歡迎收看五期新聞王 我是徐俊相帶你挖真相 今天台股氣勢如虹 挑戰8700 我們來看看誰與真光 外資調高大力光的股價 預期到3700元 但是我們看到 美光燈下大力光 看起來氣勢如虹 卻有兩大隱憂內外夾擊 首先看到是紅色供應鏈 順與光學 他的第一把手再過兩年 可能就要超越大力光 另外一個大力光的隱憂 會是誰呢 我們看到 怎麼會是郭董 郭台銘 組裝代工之王 怎麼會威脅到盡頭之王 今天我們要帶您看進去 除此之外 今天來看看 九二不共識會怎麼樣 大陸難道就把對台灣 溝通的一扇窗 一扇一扇給你關掉嗎 今天為大家知道 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議員來到現場 來給我們看看 陸客不來 忽然要衝擊是怎麼樣 他說人好才是白夢 一年白夢 一年就有這麼嚴重嗎 除此之外還要來看到 那陸生不來會怎麼樣 今天帶您看進去 世新大學 下方就說了 我們從陸生那邊拿到的收入居然比 教育部補助的還多 聽到告訴你就知道衝擊有多大了 除此之外 我們持續要關心 五二零之後的房市 春宴呢 說好歸來的春宴居然 曇花一現 今天帶您看進三個熱區 淡水 五谷跟青浦居然 一交屋就疊價 沒去就比較沉死 好痠是在買車 居然立刻折舊 帶您關心最新的房市 歡迎五位專家朋友 來到五期新聞網 一起來討論 一開始 請蔡總到我們來看到 今天 當我們注意到 外資 他們在調漲 大力光的股價預期的時候 唯獨居然有一個 來自歐洲的外資 落衰大力光 為什麼呢 到底是來亂的還是先知 不過我們先講一下 今天 台股就靠三大咖 台積電大力光 紅海 三起條 沉在那個地方 氣勢如紅 濱臨8700點 對 不過比較特別的就是 大力光 一般的外資都認為說 這個奢侈已經睡飽了 現在準備再次的起來 因為去年蘋果的i6s賣得有點不好 所以大力光股價有一段時間的低潮 不過現在他們說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 五月份的營收優於疫情 表示業績慢慢好了 還有 在中國1000萬畫素的鏡頭 拿下了80%的這個訂單 高階鏡頭 透明了 對 技術好 而且獨佔今年最紅的雙鏡頭的訂單 沒錯 所以把大力光的目標價一口氣 提高到3500到3700 看得非常的多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今天這個雙鏡頭 不管你i7 賣得稍微再不好一點 再難賣一點 好歹 我的數量是乘以2 賣給你的鏡頭是Double上去的 3700就是大力光去年的歷史最高價 但是有一個歐系的外資 獨牌中益 對 竟然給大力光1966 而且賣出的平等 怎麼會這樣呢 蔡總 1966跟這個差了一半下去 所以怎麼會同樣一個大力光的 performance擺在你面前 這麼中性 這麼理性的營運數字在你面前 居然看出這麼極端的看法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 把這個外資的這個報告 拿出來仔細一看 他當然也有理由 他說今年這個蘋果的i7 要推出雙鏡頭 所以很多的手機的歐元廠 通通都是雙鏡頭 想要搭這個便車 但是雙鏡頭的技術 不是那麼容易 講到這個東西 他打一個問號蛋 蔡總 你有講過 華為用的也是大力光 已經老老早已經上市了 市場評價也是不錯 三不如已經做得很漂亮 他說照片出來 這個品質 消費者會覺得不太滿意 而且在這個模組的設計 裡面 這個生產的良率也有問題 對 所以到時候會 叫好不叫做 給他調降到賣出 賣出平等 你就看到這麼兩極化的背後 當然 這個是專家的觀點 回過頭來 蔡總要告訴我們另外一個 大力光美光燈下 還有前場的危機 內外交迫 當然我個人認為說 直接給三千七百塊的目標價 有點over 為什麼 紅色供應鏈 有一家公司 讓大力光 大一不得 如芒刺在變 所以你可以看好他 但是沒有好到三千七 後有追兵 順以光學 是 也許我們的觀眾 第一次聽到順以光學 但是早在2014年 巴克來政見就點名說 台灣的科技業 你要小心有三大顆星 聯想BRD 順以光學 他是三大顆星之一 那這樣追殺的能力很強大 國內有一個光學盡頭的 總自備的前衛 對 他說 順以的野心 就是中國國家隊的野心 是大力光不容小規的一家公司 所以你看看一間公司 後面代表是 整個中國國家隊的資金的挹注 那哪裡冒出來的 他的DNA是什麼 對 沒錯 假如在幾年前的話 這家公司你就直接的把它忽視掉了 幾年前直接可以給他跳過 他主打第一階的白牌手機 頂多就做到什麼 三百萬畫素 那怎麼讓他變形金剛 變大變床 變可怕呢 好奇怪 不過哪邊來的資金 引引不斷 引引不斷的 依住了這個順以 結果呢 關鍵的時刻 2013年 是 他吃下了日本光學大廠的 KONICA 上海的工廠 KONICA有一個slogan 他抓得住我 的確抓住了 一口氣把技術專利 全部拿走 300萬畫素的鏡頭 資源啊 我這個訂單 就是要給 可以給順利 順利在這幾年 突然的就說 壯大 短短三年 他已經成為 中國的盡頭跟模組市場的第一把交易 所有奇蹟的發生 都發生在2013年 剛剛 你看 不知何來的資金 不斷的挹注 我剛剛有講 順以背後是什麼 是國家隊 所以 請盡國家資源去養這家公司 短短三年 變成紅色供應鏈 鏡頭的一把手 現在威脅了大立光了 對 不僅如此 還成為怎麼樣 通路的地頭社 大立光技術很好 對不對 但是要把光學鏡頭 賣到大陸的時候 有時候不得不 還要透過順以光學 所以 今天不只是技術的競竹 居然連通路 我都還要看他的臉色 好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 一步一步看進去 順以如何影響到大立光 真正可怕的是 他開始搶進了 智慧型手機的這個訂單 來一招 搶灰瓶的訂單 先從灰瓶搶起 因為順以技術沒有大立光 良力也不行 所以一口氣 拿這個高階的蘋果訂單 拿不到 但是我可以拿灰瓶的 我先從旁邊吃起 你可以看 像三星的Galaxy Note 4 還有S5 小米的M4 對 這個訂單誰拿的 就是被順以拿走的 所以他的第一步 要威脅大立光的第一步 先從旁邊包圍中央 先從飛瓶訂單 開始跟你搶 不過我跟你講 這個大立光 還沒有先受影響 倒是台灣二線的光學鏡頭場 死光了 打趴了二線場 哪些二線場受影響 本來這些就是我們國內 也許是易金光 或金國光 這些二線的這個場 的訂單 現在被順以搶走了以後 他就什麼 兵敗如山島 你可以看到 他能搶到No4 我就是用這支 然後Galaxy S5 M4 這些都已經進到了 高端的智慧型手機 換句話說 他的話數的要求 已經不是你說的300萬 800萬了 對 揮無下阿蒙了 對啊 現在順以來 直接透過這個揮屏的這個訂單 已經練就了一聲的功夫 是 直接跳到什麼 1300萬畫素 這把火已經燒到腳邊了 這個開始有威脅到大立光 沒錯 為什麼我們來查一下 對比了順以 這個2014年的財報 把它看了以後 對 發現一個驚人的數字 什麼數字 他現在1300萬畫素的這個模組 這個佔公司的營收 40% 所以當你以為說 他還是靠800萬畫素 在那邊營利主力的時候 不好意思 主要是靠這麼高階 1300萬 他已經有這個能力了 對 他有這個能力 而且裡面 還有很多的這個專利 甚至現在最當紅的雙鏡頭 他都有這個專利 這個威脅真的不得不重視到他 你沒有辦法忽略他 所以國內有一個這個前衛 他就說 所以你跟大力光的技術製程 這個差距 僅僅只有兩年 曾幾何時 我們在講紅色供應鏈上 中下游都有一個對應的威脅存在 一到兩年半年不等 我們從來沒有擔心過大力光 他也只剩下兩年的時間 假如這個技術的差距 只有兩年的話 這一場龜兔賽跑 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 沒錯 我們不能驕傲 我們是領先的兔子 但是後面的烏龜追上來了 我們舉一個例子 本來在今年華為提出 這個推出他的這個啤酒 就是他的這個旗艦手機的時候 大陸的這個媒體一直在講說 哇這個不跟萊卡合作的這個雙鏡頭 對 是瞬移啊這個超刀的 喔戰戰自喜啊 他們的這個國產貨 終於登上了國際的舞台 那不對啊 他的啤酒後來鏡頭是交由大力光啊 沒錯 如果是交給我們大力光 對 但是呢假如大力光拿下了這個華為的啤酒 照到底這個順移的股票 你輸了啊 他掛在那個香港 應該要大跌對不對 你搶出大力光你輸了當然要跌啊 不是喔 我們仔細看啊 這個順移的股價呢 在香港的股市不僅沒跌 還創下歷史新高 今年已經漲了五十幾% 這樣哪通 太總他有什麼漲上去的理由啊 我告訴你秘密藏在這個地方 因為在啤酒之後呢 華為緊接的推出 另一款的旗艦機種 叫做榮耀V8 是 榮耀V8裡面呢 鏡頭還是我們大力光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啊 但是喔 鏡頭還要其他的感測器 弄成了鏡頭的模組 對 模組居然是順你拿走的 喔 所以啤酒我搶出你沒有關係 我後面狠狠的追著 最後榮耀V8 我搶不到鏡頭也沒有關係 當然是你模組會繞在我手上 對 控制了這個模組嘛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有國家隊嘛 是 他們國家隊有一個很厲害的武器 就是什麼 銷架競爭 沒錯 他跟你cost down 你怎麼跟他拚 順利啊 他可以啊低了兩成的來報價 對 所以呢 你說我們大力光技術好 但是你只做一個鏡頭嘛 你這整個手機的這個模組 假如掌控在這個順利的話 而加上只有兩年技術的差距 哪一天他就可能會真正的威脅到大力光了 今天蔡總統我們看到的順利當然就是 紅色供應鏈的扛把子 他的第一把手現在僅僅威脅著大力光 大力光真的不能掉以輕心 清華告訴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威脅的對象 為什麼是郭董 他是做組裝的啊 跟鏡頭什麼關係 怎麼會威脅大力光呢 因為郭董我們都知道他今年買了夏普 對不對 那所以夏普所持有這些子公司 跟夏普投資的事業 是不是就納入了紅海集團的版圖裡面 沒錯 那麼在這個版圖裡面呢 有一間公司非常的亮眼 他叫做康達智 康達智是什麼樣的公司啊 康達智呢也是一家做鏡頭模組的公司 這個跟大力光就有關係囉 而且呢就是這家公司被Apple盯上了 他可能他已經出貨給蘋果 而且他可能會變成大力光最大的敵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蘋果過去在這個怎麼講 主流供應商之外 他會玩兩手策略 他會扶植第二家廠商起來 然後避免第一家廠商跟他拿俏 你不能拿俏啊 你不能給我雕價錢啊 對 你卡一個很高的價格 所以我會找另外一家去鉗置你 所以在鏡頭模組的部分 這個蘋果也是用同樣的手法去做處理 但是呢 蘋果之前扶植的是什麼 台灣的玉金光電 跟中國的順雨光學 剛剛談到的這個順雨光學 沒錯 但很可惜啊 它的良率跟技術卡關 所以呢 造成就是說 蘋果很頭痛啊 我都扶植你也幫你了 結果沒想到你卡關 扶不起來 那怎麼辦 不能眼睜睜讓 沒有錯 所以蘋果慢慢的把這眼光 轉向了另外一家在日本的公司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夏浦所投資的這一家 康達智 所以今天 當順雨光學接不下來 當玉金光電接不下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 橫空出世的康達智 它靠著技術 獲得了蘋果的青睞了 沒有錯 所以呢在最近這幾年 跟這個怎麼講 跟大力光有光的這個投顧報告裡面 你都會看到它提到康達智的名字 而且在今年初很有趣的事情是 既然有個傳聞說 蘋果要入股康達智 可是到最後證實它沒有入股 但是蘋果說啊 我雖然沒有入股它 我只是協助它採購機器而已 光是這樣 你看看眉來眼去 讓大力光可有的緊張了 當然 換句話說你今天 講整部康達智的這個地方 開始隔靴搔癢 大家非常想知道 最後取決於還是技術 它有什麼能耐 沒錯我們一定要先知道 就說這康達智的技術 難道就比玉金光跟順雨光學更好嗎 對 我們來看看 這是一家光學主管 技術主管他說的 這個技術主管說 他覺得康達智的技術 跟大力光在伯仲之先 那有時候 康達智的鏡頭的品質 還比大力光更好 是嗎 所以但我們覺得說大力光的技術 已經獨步全球走在最前面的 這個才是可怕的一家 後面的這家公司隱形的在這裡 是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你拿那個手機拍陽光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殘影 那他說這個殘影 有時候連大力光都沒有發掘 也沒辦法解決 可是這個日本的公司 他就是有辦法把它處理掉 所以他好不好太陽會知道 你逆光對著太陽拍的時候 你有沒有細微到那個殘影 他搞得定大力光不見得搞得定 沒有錯 所以你就知道康達智的技術是不錯的 所以根據元大投顧研究的報告說 他說 2014年那個iPhone 6系列的手機 那個時候康達智只有佔不到一層的 後鏡頭的訂單 他只有不到一層 可是到了去年 iPhone 6s 康達智竟然吃下了 本來是郁金光供貨的15%的訂單 一舉他佔了兩層 20% 都來自於這家康達智 所以你想想看 這一家康達智 會不會是大力光的最大威脅呢 哇 你可以看到喔 一年的時間 他吃下訂單幾乎要Double上去 也就是說 康達智他用技術去敲開蘋果的大門 從一層到上看兩層喔 是的 那我們就會問一件事情 他有怎麼樣的本事 他可以做到就是說 變成蘋果最大的 有可能變成下一個最大的 第二供應商的來源 而且可能變成大力光的敵人 他成功的DNA是什麼呢 對 這時候我們就要看到就是說 過去原來 康達智進入這個光學 這個領域裡面 他是自己打造自己的光學艦隊 什麼意思 他有一支光學艦隊啊 沒有錯 康達智這間公司 在日本已經三十幾年了 他過去一開始是做 錄影機的那個機芯的部分 那你知道他怎麼做出 自己的這個製造艦隊的嗎 怎麼做 他的做法是說 第一個 他要打造一群老師傅 要有經驗的人 所以呢 為了籌到這群老師傅的人 他的總經理啊 會自己到各處去挖腳 只要聽到哪邊有好人才 我就過去 而且加百分之二十的薪水 怎麼樣都要把這個 有經驗的人挖過來 這是DEPO 我從無到有 我親自老總去點將 把所有有能力 有手感 有技術的老師傅 百分之二十加薪加給你 把你挖到我公司來 當種子教官 沒有錯 這一群老師傅 就變成他的基礎 那老師傅之後呢 他去打造一群 就跟白子一樣年輕人 這群這個怎麼講 從技職體系出生的這群年輕人呢 他希望他沒有在其他光學廠工作過 他希望他是一張白子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這種 完全沒有收過職場污染年輕人 他認為才能夠百分之百的 承接這一群老師傅的技術 你現在在講 在外面如影隨行威脅的大力光的康達志 你說他用人 我怎麼聽起來都很像大力光 一模一樣的邏輯啊 是不是很類似呢 那這個我們在講他是錄影機的機器對不對 那他怎麼跨入這個光學的領域呢 你要想想看 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麼不過一個黃豆大小的鏡頭模組 裡面要塞進去五六片的那個鏡片 沒錯 這麼細微的技術 這麼不能夠有誤差的技術 他的誤差容忍值 必須要小到頭髮的百分之一 那他們是怎麼樣跨進去這個領域呢 原來啊 這一間康達志啊 把他我們剛剛講那個 他的光學艦隊呢 送到海外去受訓 送到海外去學習 而且花了很多錢打造這個所謂的模具 對 那麼在這裡面呢 他們有一本神秘的手冊 這本手冊啊 就是這些學員針對自己 我看到不同的濕度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壓力情況之下 那個鏡片啊 它是不是變形了 是不是彎掉了 他把自己的經驗 一筆一筆的寫在這手冊上 所以這就變成大家經驗的總和 都在這一本手冊裡面 所以這一支部隊 三十幾個人 就三十幾個聰明的腦袋 把他們所有經驗值 寫成了這個手冊 獨一無二的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連模具他都不假他人之手 對 我們的師父自己來搞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自己解決 最後就會變成 他自己客製化他自己的模具 別人也沒有辦法幫他 假他人之手 對 而且大家的經驗 都在這一本手冊裡面 然後呢 就師徒相承 每一個進來的人 都知道這個康達志的技術 可以怎麼樣建立起來 那他的學習曲線的過程 當然就可以被縮短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他可以威脅到大力光 是為什麼 以前我們台語在講 已經跟古人玩的地步 他幾乎是專注完美 到那個很龜毛 很催毛求知的地步 沒錯 而且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精神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 龜毛 龜毛 龜毛到什麼程度 對 他們龜毛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我們說 他為了讓他的鏡片完美 每一步每一步 他都要控制得很好 首先你看到他的廠房 是用混泥土 而且密封打造 裡面不能夠有灰塵 那因為有灰塵 很容易破壞他鏡頭的生產 那他更龜毛的是什麼呢 要進去工廠之前 你要洗手對不對 那這個洗手過程 他竟然還連洗手 都有SOP喔 拜託 洗手就洗掉了 還有SOP喔 當然啊 戳幾下 正反面怎麼洗 然後呢 你洗完手了 是不是要烘乾 他連烘乾要幾秒 他都有規定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這整個生產過程 他有多麼的龜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用龜毛緊追在後 甚或我們講一句話 你回去頭來看他的履歷 看他怎麼冒出頭來 我們必須講一句話 今天要不是這個 康志達 日本人那個思考 跟一般人不一樣的話 恐怕現在 跑在前面的 不會是大立光 會是他了 是的 我們來看這個 康達志的總經理紀維萍 這個紀總經理他怎麼說 他說有一次喔 他們去廠房裡面的時候 這個老師父跟他說 他說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是把我的靈魂放進去 我不是把這個模具 或者生產東西 當作是一個物品樣 他說這裡面是有我們的靈魂跟精神的 我不是只是領老闆的薪水跟老闆交差 我是很認真的去做這一件事情 這個是非常 如果你覺得大立光已經夠神秘了 你幾乎拍不到 你只知道他老闆在禪修 在定性 在管理的原則上的故事的話 我告訴你 這家公司康達志 他更神秘 我們所有收片的谷歌大神 所有臉書 我們去找 找不到任何一張 內部關於他們的影像 換言之 今天今天太難看 我們挖出這一段故事是所有 挖到最深 挖到最內幕的 因為他們真的太低調了 他們沒有畫面給你看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真的太低調 他們不接受採訪 然後他們也不上市 所以他們的故事很少 可是你要知道喔 這麼低調的一間公司 在2000年左右呢 那個時候 包括諾基亞 Nokia在內 那個時候 他幾乎是整個手機的鏡頭 他的試占率 有七成都是來自於這家康達志做的喔 所以當我們在聽說 Nokia Connecting People 但是很多人在用Nokia手機的時候 鏡頭其實他們老早在 切進去手機市場 沒錯 那不對啊 他切進去的時間點 我們大力光在幹嘛 我們大力光 那個時候還只是幫佳能 Nikon這些數位相機的 鏡頭廠商做代工而已喔 也就是 當我們大力光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人家康達志在那個階段 已經囊獲了手機鏡頭的 七成的試占率囉 他跑得這麼前面 怎麼會現在 講到手機鏡頭就是大力光 他反而落在後頭 中間發生什麼事啦 因為這間公司很低調 那個時候Apple也曾經想要找他配合 可是你要配合我要增產 我要擴建產能 那這間公司 他的做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台廠的習慣是 看到哪邊可能有商機有風聲 不管啦 沒拿到訂單 我就先擴廠 先建廠再說 我先搶單啊 對 可是日本人做事方式 完全不是這樣子 日本人會先評估 我的產能夠不夠 評估自己內部的狀況 如果他覺得產能不OK 內部也不OK 我就不做 我就不生產 然後覺得我的產能 我信有客戶優先 你會影響到我信有客戶訂單 那對不起 即便你是Apple 我也不做 我不接單 你可以去Hire更多人 訂單擠塔在外面敲門 有生意送上門你不做啊 有生意送上來 我還要勸我品質OK 我不是只有量而已 如果我品質顧不到的話 那康導致說 對不起 我乾脆不做 所以他考量到他的品質 考量他的利潤 沒有那種什麼銷價競爭 沒有那種博利多銷的事情 沒錯 這就是他總經理紀維平說的 他怎麼說呢 他說擴大產能 你可能會一開始得到很大的收益 市場如果一變動的話 開玩笑 需求如果突然不見了 我到時候要銷價競爭 跟人家搶量 到時候我可能連品質都顧不好 他說這個不是我們康達之要的 所以照你這樣講的話 你看他因為產能衝不出來 他就堅持在小而米的一個狀態 你空有技術 你還是沒有辦法形成氣候 構成威脅 哪裡說不用怕 我們這邊何苦在這邊 那麼大的篇幅在講說 要注意喔 要注意這家公司 有什麼好怕的呢 因為這家公司評估自己的狀況 覺得我OK了 我可以接Apple訂單了 所以呢 在蘋果的要求之下 他開始加速擴產 過去他一個月只能生產 鏡頭大概三千多萬顆 他現在已經拉到了四千多萬顆 而且為了配合Apple的需求 他一直不斷地開始擴廠 所以你看 2014年5月的時候 日本大核證券投資他31日圓 而且呢 他在今年要增加四成到五成的產能 在日本總部呢 也會多一條生產線 最重要的是 我們知道Apple今年 最重要的產品是iPhone7 對不對 在iPhone7的供貨裡面啊 這一家康達製的佔比 從我們剛剛講去年的兩成 要拉高到三成 也就是說大力光的訂單 有可能會比現在的八成 再降到七成 越來越少 所以他你看到 剛 康達製他們的產能 越佔越高 對大力光來講 越佔越少 那不就是一個零遲的過程嗎 怎麼能夠不注意後面 對追來的這一個追兵呢 好 回過頭來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當兩岸在520之後的這些 一天一天的微妙變化 像不像溫水煮青蛙呀 憲哥來告訴我們 當九二不共識 不共識之後 你一散一散溝通的窗 你給我關掉之後 我們講陸客不來 每天都在這裡陸客不來 有新的嗎 不要常常自己嚇自己 今天我們看到的一件事情 你說這些產業鏈 這些業者有的要看陸客那一集 你沒有這個錢 你去探東南亞東北亞那一集 是 他們有報 他們有一個求生三部曲 都會過嗎 記者 其實兩岸議題 到目前來講 看起來是無解 對觀況業者來講 真的一頭兩顆大 他們說 連晚上睡覺的時候 都提心吊膽 怕什麼 因為不曉得眼睛一睜開以後 陸客又減少了 訂單又取消了 這就真的一樣 天天在新聞網講 每天數字給你不斷更新 沒有錯 在過去陸客滿滿滿的時候 其實國內的一個殺價競爭 已經非常激烈了 沒錯 現在陸客一掃 那個殺價競爭更加殘酷 已經殺到刀刀劍骨了 所以過去我們講說 賠錢也要去搶客人 人很多的說是這樣搶法 都已經賠錢都要去搶客人 對 那更不要講現在 魚更少了 更難拉外 沒有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年4月的時候 陸客來才申請了一個案件 還有12萬8千件 向我們的移民署要申請來台 對 這個是4月6號 對 你看到現在 到5月剩下1萬1千件 5月 5月就過完這樣 是啊 所以這是一整個月的概念 對 這樣是什麼概念 剩下一層 是啊 就這樣 這1萬1千件 是2008年之來最大的跌幅 所以難怪那些觀光業者 搶著等 你說搶著等 你現在也要過 沒有人會來救你 你只有自己的觀光自己救 那這些業者 他有什麼報不 接到的過不這關 說很簡單 但是要做 真的要怎麼掛肉 最簡單的 陸客沒有來 第一個衝刺什麼 游覽車 游覽車台灣 現在在佔陸客的3千台 3千台過去 一天一台一次 差不多7500塊 甚至 有一天 你想要租車或租房 你記得有一次 黃仲丘事件 很多人會有天 坐遊覽車起來 全沒有遊覽車 因為都被陸客爆料了 以前人登坐的時候 開車的問起來怎麼說 我這一團 還沒有回到公司 我放完他們到機場 還沒回到公司 我已經接到電話了 為什麼 一團一團跑不完 沒有錯 中間沒有辦法休息 但現在沒辦法 一直要自救 7千5 沒有 沒有我們港6千5 就好 每一天就馬上港1千塊 3千台 如果港1千塊 一天 三百萬就不去了 我們剛才說的都是 地上走的那些人 出現了失業 出現了一個收入減少的一個情況 現在連天上飛的 都可能要失業的 連天上飛都要失業 這是我怎麼講的 我們之前不是講過嗎 當陸客減少以後 兩岸的直航的航班 開始什麼 要停飛了 我們預估有說三條幾四條 對不對 流流啊 開始有感覺 什麼流流啊 流流啊 那是長的事情 三條四條 現在已經十條不去了 我們才幾天前講三四條 是 過幾天而已變成十條 對啊 這是台中航空站的主任 他說 他說今年三月開始 三月開始 航空公司兩岸停飛的 已經十條了 本來台中航空站有十七條 兩岸的直航 現在你看 剛才剩七條 所以十條不去了 這個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這個其實是今天中午過後 我們正要錄影之前 我們上去查 中午過後也還有半天的時間 對 Landing到台中有幾架半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格 你看 這寧波大陸飛過來的 這個如果大時候 又給它停掉的時候 變五個 六個 再下去不就變蚊子館 你只說台中航空站就好了 我們普通 他們每一年的客運量 路口就占五分之一 就百分之二十 所以去年 2015年它有234萬 中間 那個人房的客運量 結果兩岸就多少 兩岸就47萬 你看這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帶進來的量 只有這47萬 為航空站帶來就上億 上億的陸客商機 那是航空站的收入 這剛剛給它算了一下 你看十七條航線 少了十條 等於減了超過四成 減了超過四成 那對整個中台灣 這口位的觀光衝擊是多大 對 像你說的 你說中長頭對不對 路口來第一一定要去哪裡 南頭一定要朝聖 那個佛門境地中台禪室 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普通時一天都超過 萬幾個至兩萬個 是 中台禪室頭前 那個停車場是要停到溫溫溫 那遊覽車要出來 都要到北區 要到北區幾個都可以出來 那個停車場面上 有一個峭壁 面上有一個商家 水溝都用釣馬 你剛才一兩萬個現在剩幾個嗎 剩八千 剩四成去 所以你給我看看 今天連中台禪室來參香 來供佛的人都少這麼多 當然影響的可能是中台禪室 這一邊禮佛相關的收入 但是這些人到哪裡去 他也是在附近遊歷 沒有錯 衝擊到附近的這些觀光這些產業 因為你由這個點 就可以看到一個面 它是一個點 我們再找到一個專門 在走中台禪室這一條路的一個蘇小姐導遊 是 他說中台禪室過去一年 他的路客來差不多三百萬人次 結果現在 我檢查到這段 檢查四成五成 你說旁邊的商家的收入 當然也是檢查三成四五成 他一年說是為了中台禪室 這個附近帶來的十億的商機 現在這十億的商機 可能都會成為泡影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 這一些客人會到哪裡去 或是日月潭啊 或是蒲里啊 究竟就在那一塊 直接衝擊到不就是這一塊的 整個觀光的收益嗎 好 這說中台完 我們繼續往南走 今天給我們議員來到這個地方 隆建兄要來告訴我們 你呼聲了 你的故鄉 今天的路客沒來 有沒有真的衝擊到 衝擊的層次有多深 剛才你說的 一年飛翁 一年少人 我的故鄉現在變成一個秘政 什麼市場 參加市場就叫我們要倒市場 這樣才會沒有秘政 你剛才看喔 張宗頭 阿拉對台中降落 不是在張宗頭而已 他如果來通常安排一禮拜 他不可能都在那裡 他還會對阿里山來 阿里山來他會來看安平高報 會看車看路對不對 但是呢 尊重兩年前 我們市場去上海港搶賭 當上海港宣布說 他台灣要倒立 他支持台灣倒立 兩年前我們就開始在 一年飛翁一年少人 沒有啦 那麼到今年就對了 更嚴重 率上加鬆 沒有啊 我跟你說 我這個新聞網路就關心過 人賴神 他要不要 他不是來搞野流 女王頭 他有講啊 他兩岸交流 回歸 那是我離空 抱歉 那個剛才上海來的 那個大媽上海來的 你看他對到他這麼客氣 正經 真的用意識形態 要創立台南市 我跟你說 台南市這些 官公入獎是參加不到 沒本人成功 你也幾個字來聽話 張來給我認證 所以我張這順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說你知道 你身為台南市的市場 你如果要主張獨立 這樣你是用你二千個個人 不要用台南市長的身份 這樣我們還可以 阿拉到阿拉 人還可以當當情理 現在這些官公客 我會後來回回中 他是台南市 遊南車公會理事長 就剛才選哥說的 不要說檢查清楚 他的分析了 准大家 沒辦法 不然還來他們學校 找交通接再學生 不然你要怎樣 本來陸客接得很好 現在只好去接小朋友上台 你說的 車還沒回來台南 還沒換人 他怎麼會換 他們的無順 還沒換人 就叫你不用回家 你什麼看一看 不用回家 屬於不用回家 當然還接後一個兄弟 他又誤禮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他們煩惱的台南市 他由我們說的 不是走台南市 他是很專性 高雄的車也是釣對這裡 所以當時 市長他在意識形態的時候 人家的遊覽車他說 我沒差 餐廳有差 飯店有差 我沒差 我說為什麼沒差 高雄的旅行車叫我去走 高雄的旅行車 叫台南遊覽車去走 他現在就有差 現在大差 現在是阿婆放在那裡大差 好 差這個 我說回來 我必須要強調 我們在這邊關心陸客 關心的是旅遊觀光客 旅遊觀光業者的荷包 我不管你政治型態 我不管你支持不支持 什麼九二公司 什麼都不管 我只關心人民的荷包 回過頭來 你來進一步告訴我們 互相可以去走的地方 很多路客喜歡去的地方 也很多 孤孤雅 當我們小蜜蜂 帶我們進去看 現在 請客人 旅遊 旅遊有一個酒精菇 最好吃的 碗粿 米糕 這些點心檔 剉冰 整個 你怎麼知道 才會八百的魚竿 我上課的魚仔說 用客人 我們請客人 請客人 公國庭 公安京的 集青菇 我們的廟祖宜 我說沒有啦 沒有廟祖宜 阿朗不來 那武廟廟 那像日本料理的少人 來做 你在這裡 要排水 排水 還要站在這裡 過了人家 阿朗不敢碰到 你了嗎 來 就乾麵 魚雞 火雞雞 肉燒飯 幾百年的老人滾滾 聽到這個地方 南米 龍街上繼續帶我們去 呼聲來看看 今天陸客不來 對於府城 美食最好吃的地方 觀光最漂亮的地方 衝擊有多大 還有更多的視角 不要走開 這樣還好 說請客人沒有帝靈機 跑去 趕快找回來嗎 沒辦法找 阿朗不來 你以前比較有帝靈 那是帝靈機 你換人靈 你聽好嗎 人在這樣 排隊排得很快 所以現在 生理人辛苦 他說 以前是錢那水 你聽好嗎 炭錢那炭水 現在不是 現在大家就 十半小時開店 十半小時開店 做在地的人 所以 他收集的衝突 差什麼 差這個 他說多少錢 比較不散 多少錢就不用做 你看看 以前是開錢很失敗 現在 他變得要少賺 比較不散 這個標示 他們的收入 收到超級 再來說 岸邊古報 岸邊古報 是整個 到日子本來去到台南 你如果開車下去 我告訴你 你開的入 他開不出來 塞在那裡 最近你看看 弄弄燥 弄出弄熱 像起床的吃分年 弄出弄熱 都沒有人幫你抖 是人差多少 沒有人 我告訴你 你去樓樓看 以前買減算 都要排隊 親近親鳥 國報出來走 現在不必 有差嗎 當然有差 我要說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大家都跟我說 廣告 你不可以怎麼說 不是這樣而已 日本也人可以減少 這奇怪 東南也人可以減少 等一下 你今天賴神 要是在這裡的話 他立刻打斷你 你不要再幫中國大陸講話 我幫觀眾問一個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別人先說 我們回到台南鄉親的角色來講 通常一來 台灣鄉親 其實看我們在說這個 煩惱這個大陸客 他們說 你不可以隨自己 人家不來 我們自己也可以試圍 我們自己這些產業供應鏈 所以回過頭來 南部的鄉親 人家不來 他們真的有妄想到這個天堂 還是說 其實那都是你們在說 就這樣也整部在庫長下去了 你要了解 我們台南做生理家的鄉親 以前在做生理家 豆腐比較生理店 你既母是不庫長 你現在是一二三四樓 都庫長每天在煮豆腐 你已經庫長你的規模 你一日出來 豆腐就是18趟起跳 你現在你再把環圈一日做兩趟就好了 你生的一樣要做什麼 這就是我們說的供給車要改革 你已經開電 你已經開電出去了 好如果是關係 你叫他現在說要欠回頭 他過不關係 所以這是危機 今天我們聽了這個議員跟我們說 就是呼聲的觀點 你覺得說實在是痛心 我們都希望日子好過 問題是怎麼辦 他們不來 說連日本連東南亞的也少了 我想政府趕快要幫人民的核包 來想想辦法 再來我們講到了 九二共識它一散一散 不跟你有共識之後怎麼辦 你看溝通的窗開始關 剛剛講觀光客是一散窗 再來這散窗我們就要來問問看 說陸生也不給你放過來 不來就不來會怎樣 不來你的兩岸教育交流就中斷了 中斷 中斷之後 我們現在就一堆私立大學校長 現在就很緊張啊 因為我們現在傳出來說 你看先從吉林跟江西省開始說 要縮短那個名額 而且是看起來好像還不只這兩省會 越來越多 所以今天就好多大學校長跳出來 你看世新大學的校長 文化大學的校長 淡江大學校 大家都跳出來說不要不要 因為政治影響到這個教育交流 希望兩岸交流不要倒退 然後持續擴大 希望能夠招收陸生多一點 校長會緊張 學校的 製校的這些高層會緊張 是為什麼 為了荷包啊 也就是說這些陸生影響到學校的收入 今天我們特別花了一些篇幅 直直直直清清楚楚 勝負大家明白 沒錯 因為這些私立學校 你都知道他們人家要自己自酬裁員 政府不像過去補助他這麼多的錢 所以呢 以大概4萬多名在台灣的陸生裡面 他有分兩種 第一種他是要來拿學位的 第二種他叫做短期研修生 他是來交流的 只有一個學期而已 那俊相你知道嗎 這些短期研修生 現在變成台灣私立學校財務上 很重要的一個支柱 我們之前提過 他們的學費其實是論學分在算 沒錯 所以你看看喔 這個101年的時候呢 要學位的只有1800多人 可是短期研修生高達15590人 而到了這個去年的時候呢 你看這個數字是什麼 這個數字來到了34114人 超過3萬人 換句話說來的人越來越多 沒錯 各個私立學校呢 他們需要接收這些學生的 原額跟Quota也越吃越重 沒錯 所以你想想看嘛 34000多個這個短期研修生 假設他一個人一個學期 他要學費對不對 對 他要住宿費 假設他一人學費加住宿費 生活費大概是10萬塊左右 那你這樣算一算 哇 你一學期就少了多少 34億的損失啊 所以你看看 今天這10萬塊怎麼來的 學費是一塊 生活費是一塊 今天就把錢交給學校 統一包吃包住 但是都要錢 學校統一來控管 這都是錢34元 也就是說 今天這些核發費貶掉了 學校當然就急啦 當然學校就急啦 我們來讓大家看一個真實的個案 這個是世新大學 因為世新大學有一個很重要的 業外收入的主力就是來自於這些 短期研修生的陸生 為什麼看世新大學呢 跟各位報告 世新大學是放眼全台 他們收這些陸生人數 是全國最多的一所學校 沒錯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世新 他的學雜費 跟他總收入的佔比好了 你看 世新大學來自於學雜費的收入 佔他總收入是多少 65% 對 那推廣教育佔10% 產學合作大概是9% 政府的補貼只有4%而已 那你要看喔 陸生算在哪裡 陸生算在推廣教育的10%裡面 好 我們要把推廣教育這個10% 拉出來放大支 你就會知道 陸生的收入對世新大學有多重要 沒錯 這個10%呢 換算成這個錢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2億左右 那2億左右呢 那我們去推算一下好了 世新大學這個學生 這個陸生 短期研究生 大概是1409人 1409人 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 你這個算他的學雜費 住宿費算10萬塊好了 1409人代表多少 代表是1.4億 這是陸生 他們繳出來 貢獻出來的所謂的收入 他們貢獻給世新就有1.4億 政府補助多少 那我們剛剛不是講了嗎 他的推廣教育收入才2億而已 其中陸生就給了1.4億 過半了呀 而我們的政府 給世新的錢值有多少呢 只有8500萬 所以所以他怎麼不跳腳 當然跳腳 當然跳腳啊 因為這個陸生 對世新的貢獻 比政府經費給得多嘛 對 所以你說他能不能不緊張 而且世新除了這個收入 他要緊張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重災區 誰要緊張 另外一個重災區 就是世新大學周邊那些包租公 包租婆啊 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因為世新大學 為了要給這些陸生住 所以他去租了一些 租了四五時間的宿舍 希望提供給陸生 那好啦 那現在陸生不來了 那世新大學幹嘛要租 當然就不租了嘛 所以你會看到 不只學校 收錢會受到影響 學費 生活費 連外面包租公 住的問題 這一群靠著租屋收入的人 也是中堅倒地 所以現在跟我們講到 居住這件事情 回過頭來我們來講看 520 到底房市怎麼走 人家春宴不是來了嗎 搞半天 曇花一現 對 具象 其實今年的520 2016年 剛好是台灣經濟的一個拐點 當然我們希望這個拐點 是往上拐 不要往下拐 當然很可惜的是往下拐 當整個市場的一個信心 崩潰的時候 那個影響會像水銀泄地一樣 往下慢慢慢慢影響到 所有的產業 走到其中的就是房地產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助長的風向球的燈號 今年4月的時候 好不容易剛好擺脫 過去5個月的一個低米的藍燈 變成一個黃藍燈 這個坡爬上去 我就相信329 很不容易 我就相信329從業來過 一定好的 對不對 結果5月份 馬上又掉回谷底的藍燈 他代表說 代表說329跟520 這兩個檔期 應該只是彈花一現而已 我們根據520 現在市面上的一個數據 不管是萊克數 成交數 以及建商的推案量 都大幅的減少 4月份建商推700億 5月份你知道推多少 100億而已 奇怪 今天如果春彥有來過的話 你大膽的推案 當然 你期待他好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建商現在5月份 對顧客的優惠的價格 竟然是縮小 竟然是減少 這個很吊詭 好好講一下 放慢講 今天如果房子賣不動 你不就降價取量 你讓利於民 房子就賣掉了 你就去化了 也就是說 他開始攜售 攜售是不是認為 我會好回來 春彥還會再回頭 這可能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個就 希望不要那麼快奔盤 你自己奔盤的話 那時候 那個買方大刀砍下去 那真的是見血見肉 我們來看 國內有八大建商 最近對未來房市的看法 前面三個都是中性偏多 包括長虹 包括倫貸創新 包括星務花 是中性偏多 後面五個幾乎都是比較 偏向悲觀的看法 八位有五位建商老闆 他們是持保留 甚至偏空的 沒有錯 我們來看國建 國建說這個疲弱的盤整格局 應該會繼續的拉長 我們來看這個華顧 華顧上次不是講得很好嗎 他說市場的價格趨勢還在鬆動 大陸建設很少出來了 他說量縮價跌的趨勢沒有改變 對 紅埔建設他說怎樣 市場銷售緩慢 將成為常態 來 最後一個看遠雄 遠雄說景氣的循環盤整 還在進行之中 說房市 論房市 你想不想鼓一個雷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現在這個風從哪裡吹 對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是 新屋的成交是冷清清 對 除了這個以外 過去自首可樂的捷運宅 你想都想不到 現在連要脫標都有困難 哪有可能 捷運宅是 下車我就到家的地方 是啊 過去是唱就唱不到 包括美和市 包括林一帝國 我跟你講林一帝國 那個地方是在新生南路 跟忠孝東路那裡 第一點多站 你知道嗎 忠孝新生站出來就到了 是啊 過去2014年的時候 有六號 結果一標送五戶順利脫標 多存多少 存最好一號 那時候的價值多少 120萬隻 1.35萬的OK 差不多洪津價 留一個妹子 你不是就乘勝追擊 趕快出場 是啊 我也這樣想 說我們很簡單 這盒為7.825萬 一直落落 落1千萬 落到6.823萬 這樣一直標一直標 你有沒有講錯啊 這降了超過一千萬耶 對啊 殺一千萬 這樣要五年 這樣標七次還標不出去 已經降了一千萬還賣不掉 是怎麼樣 他一開始就定得高高的 現在還不夠甜嗎 沒有啊 那時候120 135 現在已經降到119 降到104 降了13% 問題是旁邊也跟著降 現在你還比旁邊的 貴了一成五到三成 所以現在不是降價的問題 人家都會貨比三家 你是降了 你降到沒有隔壁多 你還是賣不掉啊 對啊 所以現在很多人 很多人現在割在旁邊 很多人現在打個墓在燒 就是你本來是買預售的 哇 等到你高處的時候 一交房價 馬上向下修正 尤其是我們現在 現在這陣子在交房的 都是2013、2014 對 那個時候 剛好房價最巨變的這兩年 沒有錯 我們過去如果買車 落地 砍三折 現在變交房真的砍三折 我們來看三個所在 一個是五個 五個小子洋家 過去多少 33萬至37萬 你看現在實價登陸 最少像多少 26萬四 有看嗎 交屋就跌價 26萬四 這樣落多少 不是如果落三折 28.6 跟新車不是一樣 對不對 淡水過去多少 這裡23萬至28萬 平均在26萬 現在有人要買多少 要買20萬6千8 這樣不是優惠 26%沒去 憲哥 這買家沒有起價就比較差 是啊 還跟在買車買到做折舊 對啊 我們真的你說添寶添寶 添寶他們自己說的 他們說高屋就打六折 那是他們自己說的 比高車比較嚴重 過去的時候 一邊平均35萬至38萬 那時候剛好在高峰 結果現在高屋村 22萬 憲哥跟高屋街的地方 除了五彈青之外 買到九疊價 還有一顆未爆彈 等一下我們請死衛 報給你知道不要走開 交屋就疊價 除了五彈青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是雷區 來 四位告訴我們 我要提醒各位 新北市全區即將淪陷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新北市上個月底 議會通過就是 建造展延一年 這個新聞並沒有被大做 是因為大家覺得 好像沒有 大家忘記這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建造展延一年 因為建商沒有辦法整實交屋 那為什麼建商沒有辦法整實交屋 房子沒有錢蓋 然後蓋下去 馬上客戶就跳起來 因為全都是投資客 他一交屋 就馬上要記錄那個 房地合一稅的時間 開始在那裡 所以其實很多投資客 根本就不想交屋 所以用時間換取空間 是的 那為什麼建商 要跟新北市政府 提出展現 是因為他們快撐不下去 我相信有些人 開始要逐漸倒閉 只是現在還沒有出來 所以新北市全區即將淪陷 然後我們回來講 台北市好了 台北市 但是現在很多主流的建商 剛剛憲哥講的那些建商 其實多數都要開始做旅館 包括大陸工程在內 他也要開始做旅館了 也不蓋豪宅了 因為以前他們都沒有做 黃翔也開始蓋旅館 因為他都知道說 在小英這前四年 他還沒有一個月 還沒有滿月 這四年期間房地產 是絕對不會漲 所以台北市有兩個地方 難港 我們剛剛看到了 剛剛看到了這個八大建商 其中五位 就八分之五看法是 保守偏空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房地產沒這麼好賺 其實過去賺太多 賺太爽了 這些老闆心裡有數 也不想要讓大家覺得說 這些建商很沒有良心 所以只好用保守一點 來跟大家講說 我們建商現在沒有這麼好賺 政府要輕一點 不要再打我們了 所以這些大建商 都轉去做旅館去了 那剛好因為現在陸客又不見了 對不對 謝議員知道 所以他叫給政府聽說 拜託救救我們 我們是大建商 我們掌握你的GDP 用這個方式來希望政府不要打房 那我們回來講一下 南港 這個就是小英政府上台的 就是社會住宅的問題 南港現在很多人開始串起說 不要蓋社會住宅 不要蓋社會住宅 可是各位去看 南港交屋也是馬上跌下一些更恐怖 比憲哥打那底的地方更恐怖 原本是2001千大概是80到100萬 現在大概是六字頭 五字頭 一樣是大坎六成的價格 所以南港下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是哪裡